今天由陈鹏导演指导,青年演员宋文作,胡逸玄等人出演的超级网剧《天玑十二宫》在横店举行了开机仪式,导演陈鹏携一众主演出席了现场,气氛十分火热。 网剧《天玑十二宫》原作IP由作家王超所著,讲述了以为人破案为生的沈瑶,为陈渊就案忍辱服众12年,身怀惊天秘密追查诡异案件,逐步揭开了《天玑十二宫》真实的面目。 《天玑十二宫》的男主宋文作是一位非常有实力的新生代当红小生,在《心编成浪子》、《思美人》等影视剧中也都有了精彩的表现。 宋文作也表示自己从小就喜欢看侦探题材的漫画,所以刚拿到剧本就十分的喜欢,对接下来的拍摄也是很期待啊。 在《天玑十二宫》里面扮演的是沈瑶这个角色,然后其实一开始拿到这个剧本的时候自己特别特别喜欢,因为从小看柯南长大的,梦想着自己也能演一部有探案题材的这样的。 或者是说有这样身份的一个角色,然后这次也特别荣幸,特别感谢导演,还有曲吹有鱼,还有领导们给我这次机会,然后也是对自己的新的一个挑战,希望我能好好加油努力把这部戏完成更好。 导演陈鹏曾指导过《时辱不时钉》等热门影视,此次指导《天玑十二宫》对于原作中悬疑推理等元素也加入了全新的突破性尝试,以期为观众带来更加震撼的视听效果。